新闻综合报道 好刚刚看到了大陆方面坚称山东都庆的这个奶精 目前为止他们没有验出受到了三聚勤安的依然 那么后续我们的商家该如何求偿 我们的权益该如何保障 我们的政府似乎应该要站出来 于是看到了马英九总统在整个毒奶粉事件发生至今 今天首度对于这个事件有了谈话 他是在接见医师工会的时候表示了 两岸应该要建立热线机制防范类似的危机再发生 但是眼下的这个危机该如何处理 压力就压在了行政院长刘兆玄的身上 今天他出席州大观安基金会颁奖活动的时候 一度是情绪有点激动 马英九总统今天接见全国医师工会 首次针对毒奶风暴发表谈话 我们必须要对大陆有关食品安全跟消费者保护的机制 深入了解并也建立热线联络的管道 才不会在第一时间入到哪得到足够的资讯 马总统表示两岸应该建立热线机制 而且也提醒全国的公务员 人民不安是政府的责任 不但不应该随地 而且应该勇于积极地把责任复起来 只不过毒奶风暴持续地扩大行政院长刘兆玄 今天出席了州大观热爱胜利甲张颁奖典礼 对毒奶信件不可能说 面对记者提问刘兆玄低调不回应 但是在颁奖典礼上谈到了得奖人书记 毒奶风暴波及业者损失庞大 政府该怎么往港补牢 严严照顺压力不小 这个新闻终报道 政府应该要如何的来替这次的毒奶风